腾龙在神话里都无法释怀的结局 到今天终于圆满了 防教授 您真的还有一个更好的结局吗 我还有另外一个结局 探险队来到了冰封之城 可这里却布满了脚腕 一旦碰到火就会爆炸 防教授眼看就要没路了 这时突然一声巨响 没想到是冰层断裂 众人搜的一下就滑进了山洞 只要被冰溜子戳中铁钉变成人肉船 好在下面的鸡血够深 欣然的大长腿总算绑住了 防教授误打误撞找到了冰封之门 前面就是古匈奴人的圣地 传闻里面放满了西式珍宝 可到里面一看才知道 除了一些神秘图案什么都没有 大型机关等着你发现 你游戏玩多了 你竟以为在墙上 咱们按钮一按 上面伸 下面伸 两边虎花 你们快出 快出 正当教授准备返回时 一群不速之客又冲了进来 赫伯尔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圣地 这次终于得偿所愿 他简单粗暴地用炸药炸开了大门 而里面竟然摆放着一棵青铜神术 甚至还有史权猛马像的遗体 而神术上供奉的就是寄天金元 雇佣军剑台起色 竟然把房教授的人都绑了起来 他们想独吞这里的宝藏 但房教授可不想坐以待遇 随即对守卫发动了反击 双方瞬间陷入了激战 教授不但考得一手好比 更打得一手好枪 只是可怜了雷阵 被赫伯尔击中打断了一条腿 随后教授跟赫伯尔发起了solo战 教授虽然已经年过半百 但看起来也才五十出头 打斗的功夫更是两个 他利用鬼步在地上不断地摩擦 这群臭鸟蛋烂番茄压根没有还手之力 只是没想到都过了几个世纪 赫伯尔还喜欢搞突袭这套 这下直接打穿了教授的手掌心 随后他又是一锤 直接锤进了教授的泪骨 这个位置已经是第二次受伤了 最后教授一个后蹬腿 把赫伯尔踢上了天 就这个高度掉下来 不是残疾也脑瘫 可这小子还是不甘心 最后引爆了炸弹 整个青铜神术都被他干趴下了 都说自作孽不可活 小金人直勾勾地朝赫伯尔飞去 他彷復在说是不是想拿最佳男配角啊 最后把赫伯尔压成了一坨大脸 房教授本想去救他一命 可不料小金人滑入了冰河 更糟糕的是自己也卷了进去 冰冷刺骨的河水跟无尽的黄金宝藏 教授觉得还是命更重要些 他拼命地敲打冰层企图打开一个缺口 不料却惊动了钓鱼老小贾 小贾本以为是大鱼上钩了开心的不得了 谁曾想把房教授给扯了过来 别动 有牙 不说什么话吗 他好像说救命 老弟你咋进去的啊 你准备游下哪里啊 你怎么跟他落伤了 救人啊 最后在小贾的帮助下 房教授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至此教授把梦里的人根故事 写成了传说这本小说 甚至有导演想满下他的版权拍成电影 我就有钱 有钱好啊 这边聊聊 你能走吗 能走能走啊 千兽会还来了个特殊的读者 不用说你们也猜到是谁了 音乐响起他是谁的白月光 又是谁的回忆傻 是谁的一难平 又是谁回不去的从前 故事最后赵湛找到了生死的梦云 乱世之中的儿女情长 深情成为了黑暗中的微光 梦云为了报答赵湛的救命之恩 她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了 赵湛带着她到了一个春老花开的地 并把她葬在了这里 有鲜花为伴绿水相依 期待下一个穿越时空的天命 开启传说的世界